人車擁擠 腳步快速 這是繁榮的台北 11座行方面都很方便 但是現在房價很貴 之前出國像去泰國或是韓國 他們的商家都比較早就關閉了 但台灣可能會有24小時的 就會比較方便 如同民眾感受 24小時美食不打烊 發達交通系統 同時又有適合漫步的街道 践行步道 綠意盎然街景 以及擁有多樣藝文展演空間 讓台北被英國雜誌Monaco 評選為全球最宜居城市第十名 甚至被誉為隱秘的亞洲瑰寶 而看整個評比排名 同樣上榜的亞洲國家只有日本 其他名次尤其前三名都在歐洲 其他的先進國家 像歐洲 像美國 很多的經濟國家的消費 我們相對有比較好 所以我們的生活成本比較低 我們享受的生活機能便利性比較高 但缺點是消費模式仍以現金為主 電子支付種類複雜 建議銀行系統應該更升級 同時行人路旋也是一大問題 腳踏車的這一塊吧 我是有帶小朋友 那難免小朋友會比較活潑 同時共用的時候 兼具可能再需要再多一點 人行道的寬度不足啦 那甚至人行道上面有很多的障礙 在人車交織的情況之下 汽機車對於行人不離讓的這些行為 那我想這些對於外國人來講 他們其實是很習慣那一種以人為本 然後尊重行人路權 行的方面要改善之外 另一個由經濟學人公布的 最宜居城市排行中 台北卻比去年掉了20名排名53 專家認為這和全球防疫走向開放 但國內仍然保守有關 在國境開放的時候還是 目前是總量管制的嘛 而且就是能夠進來台灣的人 實際上是有身分別的一個限制 醫療保健也好 教育也好 然後以及那個市民在接觸到 這些文化展演活動 都會受到層層的一個管制 所以我們今年在這方面 反而是吃得很大 台北到底移不移居 整體來說生活面向豐富 醫療也先進 但隨之而來的是 老年人口比例漸增 如何在高齡社會打造移居城市 或許是台北未來發展的隱形考驗 帶來新聞聆聽 葉宜玲台北報導 需要耳環ept 我們只是給大家看看 那些地方 知道我們有個願望用的 對方的動物 對方的動物 應該是那些動物 就是我們可以拒絕